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細細 袁銘張燕 出生於上海 五十年代到香港定居 細細的筆名據他講是象形文字 細就是穿裙的女孩子 雙腳站在地上的四方甲 細細就是跳飛機的意思 他曾經因為與男入院手術後康復 但後來出現後遺症 導致右手失靈改用左手寫作 並以手製毛鴻作為右手的物理治療 鳳鴻枝就是他的近作 寫的是鳳鴻心得 一針一線手鳳鴻仔在他手上 水滑船中的經典人物 史進、揚智、時遷 都變成穿上傳統服飾的熊仔 造型許許如生 中國人不懂水滑船 很可惜 不如我做一些公仔 或者他們看完之後覺得有趣 就去看一本書 這樣就做了 楊智 青年少 我都挺喜歡他的 他們那時候 宋朝那些人發配充軍 面上要刺字的 他那裏就刺著法配 去北京 大名虎 留守司 充軍 這麼多個字 水滑船那些紅 都是穿衣服的 穿宋朝那些衣服 我可以做那些中國的人物 全部穿中國的衣服 每一個朝代 選一個人出來 做一套衣服給他們穿著 細細的小說 充滿實驗和先鋒精神 以形式探索建築 傾著他對事物的 誓意觀察和好奇的眼光 以電影手法 和畫歷史演而改寫 小說往往用來 隱遇城市的處境 這種創作形式的探索 做在細細六十年代作品裡 已經開始呈現 他用電影手法寫小說 到後來其他小說 譬如《春漠》 收到在浮城1.2.3後 都是用電影手法 譬如裏面有一些跳節 突然間會有一些閃迴 一個場景 是講鄭州和香港之間 或是室內與室內場景之間的轉換 是很多的 電影手法是其中之一 另一名篇浮城之二 用比利時畫家馬格列特的畫 刻意誤讀 容易隱遇香港回歸前的處境 本來其實是比利時現實畫家的 超現實畫 他用來表達了香港的現實 80年代 處於中英聯合聲明之後 過渡期的處境 穩定不安的處境 他刻意誤讀 將畫變成香港的處境人生 香港有一個有成績 但沒有國籍又如何 當時又未必很大膽 但很新的這種看法 原來城市可以做一個 自己身份認同的對象 對城市的變遷 或者一個主體性 起了很大的作用 他的作品既與香港的命運緊構 亦都不減對中國國土濃厚的關為 西西的興趣是很薄紮 還有一個很有知識的人 我往往是用到他在這裏小書 他小書有很多典故 有時會引下詩經 引下楚詞 譬如一感冒就有 他很善用的固物 突然一個詩經 他又不是亂插的 你會見到他跟文本對應 潘國靈認為 西西不單止著力探索作品的表現形式 亦都很重視內容 寫作差不多半個世紀 本設的是他對世界 對人生對文學 一份濃厚的關愛 看電視節目多 覺得他們就來絕滅 比如北極熊 十多年、二十年就會絕滅 大猩猩、黑猩猩 所有的縣都會絕滅 我們親戚、近親 黑猩猩和我們人類相似 是百分之九十八 所以沒了真是很可惜 全世界現在都要保護他們 你教我們認識花 用眼睛看、用地紙文 你告訴我們關於花惡、花觀、紅銳和痴銳 從西西的文字裏面 去認識到文字的花的奇軌和美麗 以一小段來向西西致敬 送給放感 我們要支持 周圍